独家,孙彭博回内胡住都是一侧十字吐露孙安佐心境。 孙彭与狄英独自孙安佐前日11日从美国前返回台,检方遇令孙安佐限制出境驻居之后,为避免纷扰,船父子离开北投住处,今天警方登门查访时无人应门,而孙安佐昨晚在脸书更新封面照片及大头照又引发轩然大波,随后关闭脸书。 不过苹果木鸡下午有快递送东西至孙府,邮迪英本人签收,之后孙彭开车外出,但不见孙安佐人影。 下午4点40分,一名快递员到孙彭北投住处,他将机车停在旁边,按了门铃为人回音,接着打电话过去,林小姐吗? 不久本名林佳玄的迪英开门,他躲在门后让快递员整个人进去,把门关上,领完货后,快递员出来表示,记者上前访问,请问是林佳玄的吗? 他说对,私下对记者表示,对方是买花,不知道对方是迪英,看起来蛮年轻的,记者拿出照片让他比对,他确认对方即是迪英本人来签收包裹。 稍晚孙彭开车到附近加油站,他下车走向记者表示,我们好不容易回家,对于已经可以回家了,感到感谢,记者拿给他准备好给他的,唐海王,又名,海贼王,慢话,他看了看说,海贼王,真的谢谢,谢谢你们辛苦了。 混到安佐的状况,孙彭说安佐现在就是在家,心情平静。 而关于昨晚有媒体报道他们返回那湖住处,他说那些都是一侧我们,他笑了笑摇头说没有,那个房子是要租给人家的,随即离开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